文化跟科技聽起來好像是兩個極端對立,實際上運作也不是說不能夠用科技、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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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用資訊技術或者是其他技術來協助文化的討論,但是在不管是認知落差,或者是大家基本原本有的成見底下,或者是說技術上面的能力問題,那就是會產生出各式各樣的狀況,那也有很多狀況就是,我整個聽下來就會覺得說,很多狀況其實就是人本身會有的局限或者問題,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靠, 大家往前坐一點點好不好,要不然都會被投影到,對,就是大家都會往後坐,這也是一個人的局限,那是不是真的能夠套,就是科技, 資訊技術技術技術或者是其他技術來突破這樣子的局限呢,這就是我們大家要討論的地方,那我接下來會按照,就是大家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從上往下,來,來請大家回答, 感謝,好,沒關係,那最上面問題是斯改國書會議,那就是要,所以就是要請益軒來回答,那五萬字的決議猜成四百多點,這樣的規模,世界上有其他官方或非官方單位能hold得住後續處理的進度嗎, 就是有高達九個人,想要問這個問題,不過蠻有趣的事情是,底下其實好像有人回說,那個,兩公約的審議,好像就有類似的狀況,兩公約國家認權報告,還有結論性意見的後續追蹤,那但是也請益軒來回應, 我覺得這問題其實蠻簡單的,就是,我們常講一句幹話叫做,給我無限的資源,我就有無限的可能性,大家聽過嗎,就是,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跟足夠的人力跟預算,五萬字其實沒什麼,但是我們很容易去想到的一個,沒有想到的一個局限是,官方現在很難跟大家講說,我在這樣的資源情況下,我能夠做到多少事情, 這是一個,大家很難去啟齒去承認這件事,就像現在選舉,大家都說,我要老人夾牙免費嘛,健保免費什麼挖勾的一樣,就是,這都是一個時間資源或其他的物質啊,人力資源的一個限制,那這個東西大家很少去面對,那通常我會認為說,技術在這裡面能夠扮演的角色,它是一個這樣的曲線,依照各位的方向是,一開始它可能上升很快,它在單點對多點,比如說協助整理資源, 資料宣傳的時候,它可以很快的,透過技術的介入,技術橫軸,效率是重軸,它走到一個點,但之後再往上,技術對於效率或對於處理事情的貢獻,它會越來越低,它越來越吃的是,真實人力的時間投入,尤其是議題性的東西,它很難透過大量的技術,像一開始那樣有那麼快的改善效率的效益, 所以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簡單是這樣子,OK,謝謝,邊際效應地檢,大家想必吃東西的時候都很有感受,吃到後來就是,吃再多也不會比較愉快,那有一個後來居上的問題是,要問死刑,就是對於支持死刑的人來說,可能會認為死刑不需要替代,需要是更嚴謹的司法程序, 因此從名稱來看,死刑替代方案公民審議,很容易就直接排除掉支持死刑的人,那所以這樣的公民審議是不是就只會讓,只是讓對於死刑立場相對鬆動的人彼此交流而已,那它甚至具體的提問說,如果改成討論刑法的可逆性補償,我覺得這個不太白話,等方面下手,是不是比較有可能吸引到更多支持死刑的人,對啊,就是你們這個案子, 的規劃,從名稱發想,然後還有你們想要討論的對象,因為我好像也看到後面有類似的問題,那不知道是怎麼想的 好,我要講一下,有沒有一些議程設定的方式,或是活動舉辦的方式,可以更友善於支持死刑的人來參加討論呢,一定有,而且有非常多,但是我覺得大家要回到這個主辦單位來想,這個主辦單位叫做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他們即便,不管他們,即便他們想要有一個, 相對開放的平台去討論死刑這個議題,他們的使命,他們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推動FACE,那推動FACE的倡議過程就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任務,有一個進程,就是要提出替代方案,或者至少不同的替代方案,你要知道它的優缺點,可能遇到什麼問題,所以這個審議計畫其實不是完全是一個中立的,它其實是在一個倡議的進程裡面,它必須要達成的一個階段性,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那所以,為什麼題目會設定成死刑替代方案的公民審議,就是因為FACE聯盟想要知道關於替代方案的討論啊,這是他們的初衷,那所以我覺得,當然有更多可能的方式會吸引到非同溫層或支持死刑的人來討論,可是那的確不是FACE聯盟最前面的目標,後面有一個類似的議題是,有沒有可能邀請極端反FACE的人, 譬如說我不知道一些網紅之類的,他們可能是極端,所謂極端反FACE,或者是可能比較有聲量的人,可能邀請他們來討論嗎,這是有可能的,可是之前我也有跟FACE聯盟的執行長有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說其實舉辦這一系列的公民審議的目的,不是要跟極端FACE或極端反FACE的人要對話,不是要跟這些極端意見人對話,是跟中間很多其實可能沒有想清楚,或者沒有討論過死刑,或者覺得平常在生活中,網路中很難討論死刑, 他其實比較是我們要討論,要觸及的這個目標群眾,所以其實極端的人不是說他們不重要,可是其實我們的確沒有想要花那麼大的成本去跟所謂的極端意見者做對話,所以的確是會有更友善於不同意見者的做法,但是必須說他回到一個倡議組織本身的目的,他會這樣子去設定,這是可以給大家做一些參考的。 對,如果有支持死刑聯盟的話,他們也可以去。 他們也可以去。 對,就是說,對。 某種程度上就是,對,如果真的想要各個面向都納入的話,可能需要更大的組織,譬如說政府來進行。 那接下來我想要拉出來問大家問題,可能就是這個,面對很多對技術解決社會問題很樂觀的人,其實尤其14年GIV蓬勃發展之後,有非常多這樣的人。 對,那當然大家有陸續變得比較務實或比較心會意冷。 但是還是有很多很樂觀的人,那他們覺得技術可以很快的改變社會。 那可能就是,這就是高達七成第一次來參加GIV年會的朋友的原因。 他們想要來這邊看到改變社會的方法跟可能性。 那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會給他們什麼建議或者是回應呢? 那我特別會想要先請文化,全國文化會議的朋友們來回應。 我覺得最好的建議,我自己個人啦,我是覺得就是參與啊,不斷的參與。 然後不放棄就是,參與之後就是持續的討論,然後不斷的學新的技術。 因為像我也自己一直在學。 那後來,但是我後來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其實是有點, 因為我現在回到屏東做地方的論壇。 可是發現那個技術,老實說真的跟這邊的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們那邊是其實連基本上的討論、直播,其實民眾都還沒有那麼嚴格的要求。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大的科技的落差。 所以是會覺得就是不斷的參與跟不斷的學習。 OK,那我們的數位總監。 我先,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先要交代一下自己的背景。 因為我自己本行其實是念政治系的。 所以我其實只能跟大家講說,技術它其實沒有辦法很快的改變社會。 因為在做事的還是那群人。 所以你要改變社會可能最快的方法是去投票。 不是想什麼,是去投票。 不是去想你突然有一個技術出來, 然後也不要去期待哪個人上來就會有什麼東西。 因為沒有人是英明神武的。 對,這其實就像我們剛剛執行長講的。 你持續的參與跟involve,其實才會有改變的機會。 你要想一下喔,智慧型手機從賈伯斯拿出來到2017年, 它其實也要花個十幾年。 才會帶動整個數位產業的發展。 就不要想說智慧型手機都要花十年。 你就不要想說人的心,我們要花多久時間才可以去改變它。 這個真的。 只能說大家不要氣餒啦,就是大家繼續走下去這樣子。 接下來,是不是請恩恩。 我覺得社會上有很多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技術沒有辦法解決,做研究沒有辦法解決,高運動沒有辦法解決, 選上總統也不一定能解決,所以我們不用想這個問題。 前面都是比較心理建設跟那個惡害告知。 我會這樣講比較從一個,我自己是學社會學跟電機工程出身的, 所以我試著用這兩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大家可以發現喔,技術跟政治我們背後預設的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政治有它的邏輯,認為技術有它屬於它工程的機械的機制式的邏輯。 我覺得技術要改變社會很簡單,你要讓技術的邏輯可以套用到更多的領域。 也就是說,我這件事我在寫code可以這樣做,可以這樣規劃專案, 你政治為什麼不行?如果你不行,你要告訴我理由。 我覺得擴大技術邏輯在全社會各個領域的適用, 在台灣絕對是還可以搞一、二十年,因為台灣是個很低技術化的社會。 如果我們把技術用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像我們講民主政治,我們會說以前有很多什麼肉桶政治啊,綁裝嘛。 那它現在慢慢的被一些邏輯所改變,它可能是民粹的或什麼,不管。 但總之它提出一些新的邏輯。 那我覺得技術人就應該在政治面前,你不要低頭,不要去遷就政治邏輯。 如果你要維持政治邏輯,你必須告訴我為什麼我這裡不能套用技術的邏輯。 那這樣以自己去做,不要把自己看扁,你要去挑戰它。 用你平常做事情的習慣,就帶進去政治邏輯。 要不然,你就是在那邊擺稿嘛,說白是這樣子。 不用覺得自己矮政治一節,真的。 好,謝謝怡璇。 她剛好也回答另外一個針對她的問題,就是技術人如果要解決政治問題的話, 就是你會怎麼建議她。 那接下來就是提問會想要問恩恩說想要了解在監獄場次辦公民審議的狀況。 那個所謂監獄場次不是在監獄辦,是在一間咖啡店的樓下辦的。 然後,而且我們那一場呢,還買了很多的台皮。 就是因為覺得氣氛實在太緊張了,所以就是覺得應該要一邊喝啤酒才可以一邊討論。 但是其實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是還是非常的苦悶的一個場次。 那我不是那場的主持人,我是那場的文博。 然後我就在旁邊默默的聽,默默的打字。 那其實那個場合是非常,那個氣氛是非常凝重的。 就是我這樣講可能會有一點刻板印象, 可是大家要知道可以管得住那些極刑犯,他們講極刑犯, 就是那種被判二、三十年甚至死刑的, 可以去管理這些人的人,他們其實某種程度要有一種氣場, 要有一種氣勢。 那他們氣勢其實就會讓人覺得有一點點怕怕的。 然後他們其實來,其實我們有跟法務部矯正署有一點合作, 就是我們有請他們幫我們發公文給他們的公務員, 所以他們來參加這個活動是可以請公家的。 所以我們其實有利用一些官方的管道來邀請這些人, 那有些人其實是有一點被迫來參加的。 所以就是也有些人是有點不情願。 那來參加的人,他們其實瀰漫的一股氣氛就是說, 他們很想要來挑戰費死聯盟, 就覺得費死聯盟就是一個不接地氣, 不知道監獄實際上的狀況, 然後一天到晚只會喊一些很高尚的價值的人。 其實大家隱約是這樣, 但一開始很客氣, 後來就發現有這樣的,就是預設這樣。 那其實我們那天沒有照那種很結構式的, 安排的那種工具在做討論。 我們其實是比較鬆散的討論, 因為覺得特殊關係的人, 我們其實是更想要知道他們在監獄的實況。 那所以我們其實對於替代方案這件事, 在那天三、四個小時的討論裡面, 是沒有琢磨到很多的。 我們花比較多的時間在討論, 到底監獄裡面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資源的分配出了什麼問題。 現有的制度,譬如說他們很多監獄監索人員, 他們會被犯人告, 就告說你可能在裡面, 或是被申訴等等的狀況。 或者是監獄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那個收容人, 就是他們是蠻可憐的。 就是譬如說有11個人, 但住在只有6張床的, 不是房間, 就是牢房裡面。 那到底要怎麼分配誰要睡那個位置, 那就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可能跟通醫室的狀況接近。 沒有,我翻譯一次。 對對,就很小, 但是要待很多人, 就是很可憐。 那可是其實相對的, 接鎖管理人員, 他們的勞動條件也非常差。 就是受刑人不能吹冷氣, 他們也就不能吹冷氣。 然後受刑人的廁所, 跟他們的牢房是一起的, 然後不是隨時都有水可以沖, 所以裡面的味道都非常可怕。 也就是說這些監守管理人員, 他們勞動狀況是非常的可憐的。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時間是在, 不能說抱怨, 就是我覺得是真的要讓社會去理解, 到底這些管理急刑犯的這些人, 他們到底面對的是什麼。 所以其實很多是配套措施的討論, 不完全是在討論所謂的替代方案。 但是裡面的確有支持實行, 也有反對Face的各種意見都有。 那之後我們會還有一場監索人員, 中南部的場, 會再出一份綜合報告, 有興趣請追蹤Face的廢話電子報, 或者是Face的臉書粉絲頁這樣。 好,那我想要就是因為, 對因為是, 對很多都是你的跟一軒的, 所以我想要先往後拉一點, 就是問一下文化, 全國文化會議場次, 就是, 我再往下拉一點, 想要請問三位, 就是文化差差力, 到底是怎麼去區分的? 然後對於師大弟西洪志文老師, 所提的文化超渡力,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不是很確定, 但我覺得我好像知道, 超渡了很多文化資產, 這件事情。 OK,其實基本上它原來的規劃是, 只有五個市政主軸, 然後我們執行單位其實是一直在跟他們拉鋸, 就是, 這也是剛剛最後有講到那個政策重構的部分, 原來那五個市政主軸, 其實基本上是根據文化部的, 它的私的業務去分,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子民眾其實是無法進入討論的, 所以才是不斷的協調之後, 後來又根據剛剛惠琴有報告的, 就是有做文化輿論, 還有相關的研究, 去做整個海獸之後歸納出來, 目前可以讓民眾就是比較適合討論的範疇, 大概就是六個, 所以是從五個市政主軸把它打破, 其實有一個市政主軸是變成兩個, 然後有部分的市政主軸是被合併的, 所以後來六個其實是因為整個, 既融合了文化部, 然後也融合了我們對於過去文化輿論, 文化研究的整個海獸的過程中, 歸納的一個整理, 變成六個主題之後, 其實我們在想說要怎麼樣, 讓民眾可以知道這六個議題, 大概是在討論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方向的話, 其實我們事先有推擬過, 如果沒有方向民眾的討論會, 可能會完全每一個場次他都要討論文化資產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稍微限制一下, 就是一天的全國會是上午跟下午, 然後分別是不同的一個主題來討論, 當然我們會有開放議題的時間, 就是你可以範論所有的議題, 主要設計是這樣, 那怎麼出來的呢? 其實主要只是想說怎麼樣是一個比較民眾容易記得, 記得方式, 那比如說一開始文化民主力, 它的主題其實是組織再造, 跟這樣子民眾會知道嗎? 什麼是組織再造? 然後他也講到文化公民權的議題, 還有行政院文化匯報的東西, 這種東西其實把它整個推出去的時候, 其實民眾是不太知道是什麼的, 所以才會想說, 那我們來用一個文化民主力, 至少讓民眾一看到這個力的時候, 他就會想到說, 這應該是跟民主跟這個議題會相關的, 那後續的文化的包括生命力, 也是想說它其實結合了博物館、社照跟文資, 那也想到說這其實是文化最具生命力的一個, 所以才會這樣子的命名, 那大概是這樣, 那對於洪老師的一個文化超多力, 其實我們非常的讚賞, 我們一看到的時候都非常的開心, 那覺得這其實是很好的詮釋, 因為其實在跟文化部相關的, 很多的工作會議的拔河的過程中, 其實常常遇到很多困難, 那發現很多議題, 他們有他們的行政的堅持, 可是其實我們會覺得民眾其實, 還有我們都是不能, 就是如果要用施政的行政方向去想的話, 其實很難再討論下去, 所以才會覺得說, 如果有辦法把文化超度, 把各種力都可以超度, 然後甚至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其實超度其實概念, 其實我們都希望得到更好嘛, 所以我們後來, 我們其實聽到這個, 其實是大家都極為讚賞的。 那我補充一下, 就是洪志文老師那篇文章, 在全國會議的第一天晚上, 他就PO了, 所以其實第二天,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因為文化會議的實錄呢, 他其實被規範都要收集一些報章簡報, 然後那時候他就比我們去收集很多嘛, 我們就收集大概很多篇, 大概一兩百篇的當天的簡報, 那其中有一篇就是洪老師的文化超獨立, 然後我就把它放進去, 揮篪編輯裡面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欸你可以把它拿掉嗎? 然後我就說, 好,那你把文過來啊, 可是那時候你是贏的前三天, 就來不及這樣子, 好,就是這樣子。 好,謝謝。 那我想要就是, 接著這個追問異宣, 一個很接近的問題, 就是在四改國事會議裡面, 題目包山包海, 那聚焦的話, 那四改國事會議這邊是怎麼進行聚焦的? 這個齁, 要先談一個關鍵, 為什麼大家希望必其功於一義, 把所有議題提出來? 兩個觀念, 一個就是貪, 因為不知道多久要再開一次會, 這是很現實的, 所以大家會, 為什麼會一直放天燈? 因為不是每年放嘛, 就像不是每年要迎王傳送王傳, 不是每年有, 所以第一個是貪, 民間倡議者也貪, 官方也想要一次收拾掉, 所以他東西會爆量, 這個是第一個關鍵,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先談一下, 然後, 你說如果想要聚焦, 應該要怎麼樣聚焦這個嗎? 對, 實際上怎麼聚焦的?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相關的? 什麼篩選? 然後, 對啊,就是為什麼會只談那些議題? 那同樣的, 這牽涉到怎麼做結論這件事, 一開始其實, 仇辦團隊並沒有很清楚的藍圖去思維說, 如果假設我們最後希望得到兩千個字的結論性, 結論就好的時候, 那是想要讓它少的, 可是呢, 出現一個關鍵性的設計, 就是說當時101位委員分成五個組, 就交由五組同時討論, 不然如果, 全部人一起開會可能要開兩年, 開到現在還沒開完, 那這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分組下去開, 分組做出的結論, 能不能夠再被全體的會議做某種的修正或篩選呢? 那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三頭問題了, 你知道, 每一個組都會出現, 我覺得我這組是什麼圈圈組XX組, 然後我們的議題有多重要, 因為我們那時候參與每一個組的, 組內都有一個line, 還有每個組都要配行政助理來整理議題等等, 那這個時候出現沒有人敢收拾他, 也就是說我覺得你, 他這組就覺得他自己很屌, 可是我們覺得靠這什麼爛, 爛議題啊, 我們會心中很多OS, 因為我們主辦, 但是後來沒有人敢去做, 會覺得說那你憑什麼透過另外一個機制, 再來收攏刪減這些做出的決議, 所以他最後只能齊頭式的看待五萬多字, 當然可能裡面有些東西比較不是那麼急迫, 不是那麼重要, 那最後他只能照單全收,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出於一開始議題, 討論方式的想像的時候, 就沒有去做好這個規定, 那我相信很多大型的會議, 有幾個手法, 一種就是說你還是全部都保留全文, 那只是在重點提示一些東西, 就像剛剛講那個有什麼十二大像, 那個剩五千多字, 但是一個關鍵是因為後來又拉出那個兩公約審查模式, 你的全文就出來了, 你就只好一點一點, 我們告訴大家剛剛有人問到說怎麼分工, 就找所有機關來, 然後我們先做一個初始的預判分工表, 來一點一點過, 機關有意見的舉手, 會總討論,喬, 然後你踢給我,我踢給你, 還有人發公文踢這個主辦機關踢了三四輪的, 這常有嘛, 那總之這個表都要分了半年的工, 最後就底定就是每一項後面都有主辦跟審辦機關, 那主辦你就要去負責聲剛剛那個回應的東西, 他最後就是只能這樣去做, 那這個東西到底會有多少虛實,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應該有大部分的問題都回應到, 謝謝, 那我們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們是不是開放現場, 就是收集一輪提問, 然後來讓台上的講者, 就是統一來回應, 或者分類來回應, OK,這邊一位, 那好,那我先請他, 我想要請問一下, 剛剛有提到說, 台灣是一個很喜歡開會的, 政治集合體, 然後, 對,那, 言下之意是, 其實比起開會是不是有更好的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 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是什麼樣的模式, 好,感謝, 那還有, 還有朋友要現場提問嗎? 好, 那, 你看看前面的麥克風, 不行嗎? 我先想請問一下, 就是像全國文化會議, 或者是今年的全國文色會議, 它已經逐漸變成為一種, 藍教深淵的場合, 就是, 好像大家文化基層, 就會去這種平台, 去藍教深淵, 然後, 在其實在文化工作的時候, 他其實也不太會去聽基層文化研究, 或者是, 一些倡議的話, 像是台北機場, 的鐵道博物館籌備處, 到現在還是有一群不懂鐵道的人在做, 這種事情, 你們會怎麼看? 就是, 會刻意想要營造說, 這個場所, 就是這個會議, 就是作為一個藍教深淵的地方嗎? 謝謝, 那, 還有朋友要提問嗎? OK, 那我們就最後兩位喔, 我想問, 剛剛第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講說, 開會以外的方式, 讓他, 討論的各種效率, 然後我想問, 那在開會本身, 因為我聽到, 比如說, 使用, 可能像是, design thinking, 之類的方式, 那有沒有一些, 開會內的方式, 讓他更有效率? 您好, 就是我想問一下, 就是, 我大概有幾個問題這樣, 就是第一個可能是, 我們很多公民都想知道的是, 我們辦完這些會議之後, 他後續的執行跟監督, 然後他, 怎麼樣呈現給我們其他人知道這樣子, 以及後續的一些, 下一個階段的規劃, 然後第二個是, 我想再拉回我們今天的一個主題, 就是, 科技的部分, 因為, 剛剛講到很多, 其實都是比較偏向, 呃, 就是科技層次, 比較沒有那麼多運用到, 那如果後續有機會的話, 可以怎麼去跟我們科技的這些技術, 做一個結合, 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 也許讓, 之前曾經參與過很多, 這種類似會議的民眾知道, 我們不再只是, 一堆會議而已,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創新的做法這樣, OK, 第一個問題是, 對於台灣這個政治題, 除了開會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做法, 是不是會更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 非專業者, 他在, 就是那個議題領域裡面, 他就是能夠扮演什麼角色, 然後還有, 再來是, 攔教深淵的狀況, 你們能夠, 就是, 是, 樂見這個狀況呢, 還是有什麼樣的處理方式, 然後接下來是, 您的問題是, 更有效率, 更有效率的方法跟技術, 然後最後也提到說, 對, 這個問題我之前也, 也有跟其中幾位講者討論過, 就是, 有沒有覺得什麼科技方法在, 就是開完這無數會議之後, 覺得可以用, 但是很可惜沒有用到的, 對, 這也是我想要知道, 那, 就是, OK, 我先回應剛剛說, 除了開會之外,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以及, 攔教深淵之間的事情, 必須說的是, 開會不是解決方法的, 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它是發現問題的方法, 所以你只是把一些問題挖出來, 然後再來你就要去, 幫他們去跟政府機關做媒合, 如果我們是第三部門的話, 我們就要去, 協助他們打起這樣的橋梁, 前提是我錢, 對, 前提是我被罰包, 我又一個, 對, 然後當然就是, 我們也可以以一種志工的方式去監督, 例如說, 我們可能在會議結束之後, 我們彼此都, 沒有這樣子的任務在身上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監督說, 有哪一些政策, 後續的落實狀態是怎樣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會議是發現問題, 又不是解決問題, 它總, 它只是這樣子而已, 或是它是促進說, 解決問題的一個契機, 那第二個是, 藍教深淵這件事情, 確實是變成, 那個藍教深淵大會, 尤其是今年舉辦的全國文資會議, 更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台灣的文資狀況, 確實是不是你的理想, 那, 可是不是說, 藍教深淵, 它就一定會有恢復問題, 因為老實說, 就是有一些議題, 它有在討論的必要性, 如果這個議題, 沒有所謂的公共效益, 或是說, 它自認為公共效益很高, 但是, 實際是不然的話, 就需要想其他的方法去跟它做解釋, 以及去解決, 那另外就是, 這個藍教深淵, 它可能有很多情緒性的發言, 但我們必須要從這個情緒性的發言裡面, 去找到, 它真正想要講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們幫它轉譯成政策語言, 它才有辦法真正的進入到, 有行政資源那群人, 他們去做事的一個方向, 這是我的回應。 這邊是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 會開完了之後, 然後怎麼辦呢?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想, 怎麼樣有科技的進入, 然後可以不管是追蹤, 可能像剛剛那個醫學那邊, 他們有一個check in list, 就是還可以追蹤說, 有哪些提出哪些建議, 然後政府做到沒有, 那這是在斯改國事會議, 可是在文化全國會議裡面, 其實並沒有這一項,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後續的, 就是比較, 必須靠回歸到社會去監督, 可是在社會監督這方面, 其實是沒有, 其實好像目前看起來, 是沒有數位的, 或是科技上面的參與的, 那這其實我們三位, 昨天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到底後續有沒有更好玩的方式, 或是, 所謂的好玩是指說, 在開完會, 大家已經提供發現一些問題, 然後或者是建議之後, 到底還有什麼是可以延續下來的, 而不會整個案子結束之後, 好像就沒有辦法再持續了, 但其實我們三個, 目前還是有點悲觀的狀態, 對於全國文化會議, 對, 舒惠總監有沒有什麼技術, 是覺得很遺憾沒有用到, 很想要玩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能, 討論的時候或許, 我們現在在後面這些用的東西, 或許可以幫得上忙, 但是如果真的進到行政系統裡面, 我自己現在在文化部打工, 我是廠商, 那他們裡面在, 比如說政府機關他內部在監測, 這些東西的時候, 還是完全依賴人力, 去整理表格, 各種各式各樣設計的, 好跟不好的表格, 然後我們每次打去地方的時候, 就說你們怎麼要來要的東西, 你們這個東西要怎麼填, 為什麼你們要設計一個表格, 讓要回答的地方, 都不曉得怎麼填,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要去處理這種事情, 不只是從外部去做的時候, 我想提一個名字, 不曉得大家曉不曉得, 那個王景宏, 他在跟台北市社會局, 做了一些事情, 我覺得其實很值得大家參考, 就是說有沒有辦法, 找到一些方式, 讓這些整理資訊, 或者是東西, 讓實際進去有權責的公布門裡面, 讓這些事情去發生, 不然以我自己, 我現在在文化部打工,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對都在整理表格, 我們其實很難, 然後我們, 因為那些表格, 又是相對非常重要的資訊來源, 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 讓這些事情變得, 或者是讓它的呈現, 透過資訊工具的利用, 讓它變得更有效率一點, 那再來就是監督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是, 先請地方政府, 從認真的資訊公開開始吧, 如果各位對文化部的資料集,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翻一下, 你會發現裡面, 通通都是PDF檔的掃描, 你會看到那個Jason打開啊, 然後裡面就是, 連結點進去, 呃,PDF, 呃,PDF, 然後再來就是預算書, 起碼你要把它公開吧, 很多地方政府, 都只放資產負債表, 完整的預算書應該是, 它前面有一個總說明, 然後再來是, 你的整個實證方向, 最後才會, 然後是完整的, 你底下幾個機關的計畫, 你這個計畫大概要多少錢,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中央政府, 然後六都的預算書, 然後你再回去看六都以外的地方的預算書, 你會發現簡陋到無以附加, 但是它理論上應該是要有一大本, 那本質本應該還是有,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先從這些東西的獨處開始, 大概是這樣,謝謝, OK 謝謝, 那接下來恩恩跟益軒, Slide 剛剛有一個很新的提問, 然後我想要採納這個意見, 然後我想問一下現場, 就是你願意表態, 你是支持FACE的, 可以舉手讓我知道嗎? 然後,就是那個不要轉過去, 好,謝謝, 好,我只是想知道一下而已, 好, 因為Slide 上還有兩個很高戰術的問題, 我很快回應一下, 關於歧視性的發言到底怎麼處理, 我們後來是等整個審議結束, 審議過程中是不介入, 主持人不介入, 主辦單位也不介入, 專家也不介入, 是到整個審議活動結束之後, 再讓FACE聯盟作為一個倡議者, 來說明他們的立場, 還有他們知道的事情, 然後主持培訓, 其實有包括是議題的層面, 包括你要認識兩公約, 第二任則議定書, 什麼鬼的, 那也包括主持人本身的能力這樣子, 所以的確是有蠻多要學習的能力, 那剛剛有講到開會工具, 能不能讓開會變得更好, 這一定是有很多的方法, 但其實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很難在這邊討論, 但是有沒有比開會更好的方法, 來解決某一些問題呢? 我自己在死刑或是相關刑罰 比較重大的議題上面, 我會覺得其實我是蠻悲觀的, 我覺得很多議題都是等到, 譬如說有些悲劇發生之後, 這個社會才會集體的學習到, 原來我們應該要往某一個方向去, 所以我某種程度也覺得可能, 我直覺上覺得可能, 我們也會需要經歷一個, 可能付出很高代價的, 一個集體學習的過程, 我們才有辦法去認識到一些, 我們想要追求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然後最後想要回應的是, 科技到底可以幫忙, 譬如說在我們這個專案做什麼, 目前是沒有看到, 但是我覺得最後的成果整理的時候, 一定會非常需要, 因為我們所收集到的意見, 很多的死刑替代方案會跟著, 或者它支持某一個方案, 或反對一個方案, 都是跟一個配套措施所連結的,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整理出, 一個成果報告是, 在一些比如說網絡圖的呈現, 就是一些你在討論到某些方案的時候, 通常你會跟著討論到什麼樣的配套措施, 是聯動的, 有沒有辦法做出一些視覺化的東西, 我覺得這可能是可以想像的, 所以我覺得後續整理報告的時候, 可能會可以應用到更多的科技成分。 好, 我就簡單回應一下, 第一個是關於開會, 必須說我辦了國事會議後才發現, 台灣人其實不太會開會, 包括你所謂的專家學者,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我們定了很嚴格, 非常高度結構化的意識規則, 我們希望來規範你的發言要聚焦, 然後你事前提出的書面資料, 應該要從問題解決立場方案, 我們都給他非常高度的結構, 我們希望有高度的結構, 後來引導他的資料提出跟發言, 那你會發現很多做了非常有經驗的, 我就講法律人就好了, 法律人根本不會開會的相當多, 很多知名律師什麼法官檢察官, 看到開會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社會真的需要去教大家怎麼討論事情跟抓論點, 這是第一個, 那我覺得對於開會的技術, 越結構化越形式化的各種的規章跟規定, 會很有幫助, 這是我們自己的經驗, 你把它規範的越多對於他發言的結構, 發言的時間, 或他應該要怎麼回應事情, 你給他越多的引導跟限制, 他會做得更好, 因為是大家會學習, 幾次後會越來越好, 我們會看到說, 那時候五個分組, 每一組, 有一些組當然就是一直沒有進步, 有些組是我覺得, 討論的品質越來越好, 再來是講到會議後有什麼樣的資訊工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資訊科技人的思維跟公部門做事的思維, 我把它稱為兩種邏輯, 資訊人的是資料庫邏輯跟關鍵字邏輯, 他追求的是一些column, 這種欄位式的關鍵字式的連結, 他要求每一個欄位裡面的東西是明確而不含混的, 每一個entity就是一個東西在裡面, 可是公部門一般在做事情, 這就是技術會影響輸出成果, 我把它稱之為就是wordian thinking, 是Microsoft的word, word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一連串的文章, 那偶爾加表格, 所以他的想法是, 鬼狗, 就是一串,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 就是說我們寫, 比如我們講, 華語的作文, 跟我們寫assay或stasis這種東西, 他的思維是完全不同的, 那很遺憾的是, 我們這種公部門的word作文的習慣, 連帶的影響到他思維政策, 做解決方案非常大的影響, 那我們一直有一些嘗試, 希望把這個東西, 用欄位式的思考, 用資料庫的思考去衝撞它, 目前看起來還沒有很成功, 但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 不論是對於政府的開放資料也好, 對於他怎麼去思維政策, 去開會乃至於追蹤, 你就逼他用資料庫, 用關鍵字, 你不要給我在寫, 給我一個word檔, 重點不是那個軟體, 而是他裡面呈現的思維結構。 OK,謝謝, 謝謝今天幾位雨潭人, 還有謝謝各位, 今天在這邊聽了一個半小時的分享。